因為我覺得他很難得在網路上抱著 那你跟他合作的時候 他是這種脾氣會一下子上來的人嗎 我覺得國哥對臉人是 我沒有特別感覺到耶 其實我反而覺得呢 他脾氣蠻好的 他只是這個臉就是 臉看起來恐怖了一點 因為他比較不會有太多的表情嘛 然後國哥沒有很愛笑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笑起來不好看 所以他就是同一個表情 可是其實我覺得國哥是 我覺得蠻溫柔跟外藏很幸運的 這次是國威三年在獲得獎項的肯定 老實說你也覺得有在醫療之中嗎 因為我們都看了年輕人之後 我們都覺得你一定會入園獎 你自己有覺得有在醫療之中 所以你有點意外 剛接到公司的時候 我真的當下認了好久好久 當下沒有任何的情緒 我只想就是 那還有 小蕾還有有沒有其他的項目 有沒有被肯定到 然後 因為我們的票房 然後平價三千萬也提了好一陣子 我心想很希望 借這一波 如果可以再往前推 一點點都好 那像 像前幾天國哥有 好像對他的電影有一些意見 這個你有看到嗎 我沒有看到 我一直看著新聞 那個直播我都沒有看到 因為我兒子現在就 疫情都在家裡 然後活著習慣那個 我直播的時間 都是深夜的時間 我就沒有看到耶 因為我覺得他很難 在我路上抱著 那你跟他合作的時候 是這種 脾氣會有這樣的傷 我覺得 柯哥對 眼膜是 我沒有特別的感覺到 不過工作人員也不會 不太會 其實我反而覺得呢 他脾氣蠻好的 他只是這個臉就是 臉看起來恐怖了一點 因為他比較不會有 太多的表情嘛 然後柯哥沒有很愛笑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 笑起來不好看 所以很少 他覺得他自己 他自己笑起來不好看 所以他就 反而就是同一個表情 可是其實我覺得 柯哥是 一個蠻溫柔 跟歡常細膩的人 比如說他就會看得到 劇組的人員啊 比如說我們副導啊 他可能 因為柯哥要自導自演 他一邊要導 他一邊要演 可能這個電影 大概有一半的時間 他不是坐在一個導演立場裡面的 所以變成副導演 要有很大的壓力 然後 副導演就會 壓力太大 就會 難過啊 崩潰啊 其實 柯哥都會 都會有感覺到 他就會跟 什麼副導嘉誠 就要導演講說 你不要擔心 就是我沒有在導演你的時候 嗯 你就對當 所有 你做的決定 或者是 你說的事情 你說出去了 我承擔 就給我們一個 後盾吧 嗯 不管是他對 呃 有沒有副導 感覺很好 還是 對我們也好 我都覺得 在福哥身邊 就是有一種 沒關係 我不要怕 我就是 我就是過出去 我就是過出去 因為後面 國哥會 找我 嗯 對 他會提我們 就是國哥不會直接給人的意見 嗯 我不知道是因為他自己本身是演員的關係嗎 所以他 他不會覺得說 表演就一定要是什麼樣子 嗯 可是 你會從他 他跟 嗯 他會覺得很 然後歌、攝影師 都會監製他們 他們 就譬如說我們演完 因為他們三個人眼睛 都這樣對來對去 對來對去 你要從那個眼神中 你要看得出來 他們覺得 對或是不對 他們都對你很溫柔 他不喜歡告訴你說 你就要怎麼演 所以我接到這個角色後 然後開開前 嗯 我就剛好 有一天在聽廣播嘛 但是怕開心 我們不知道在聽什麼 反正聽到了一首歌 嗯 哇天哪 這首歌 太適合少年期了 嗯 那首歌是那個 蕭敬騰的 只能想念你嗎 有這首歌對不對 如果大家 剛好有聽到的話 可以去聽聽看 我覺得那首歌 因為了 少年期量身打造的一首歌 只要想到這個角色 然後再聽這首歌 我其實 眼淚就會很想掉下來 你看他本身 對 你唱一下 他有一段就是 愛 失去的愛 逃不回來 我還有的話 想對你說 捨不得說 來不及說 然後怎麼唱 就是 就是 你聽得出來那個歌 還可以 還可以 抱歉 我 沒有演過醫生 醫生 嗯 之前有跟迪利公說 演醫生也蠻酷的 應該也是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我喜歡那個角色 跟我的人生 完全不一樣的方向 職業完全不一樣 你就可以 透過這個角色去 體驗一下 醫生 剛剛那個歌廳小姐 我很想念 歌廳小姐 一點點 復古的 年代的這種 歌廳小姐 嗯 好